中国和菲律宾舰船在南海的对峙 13号已经进入了第四天 这被认为是多年来两国之间最严重的海上对峙 但种种迹象显示 两国都试图避免事件演变成一场军事冲突 但两国都互相警告说 为了保护对这些岛屿的主权 会进一步采取行动 自4月8号开始 菲律宾海军以国际法所规定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为依据 试图扣押在黄岩岛海域捕鱼的中国渔民 但遭到中国两艘海监船的阻拦 12号中国又派出第三艘海监船到黄岩岛海域 从民国时期算起好了 已经把南海从海南岛一直到最南边的 真母暗杀 南沙现在最南端的 这一大块都化为中国的领海 那是从蒋介石时代就已经宣布了 那么中共这个政权呢 他们是大陆主义 这海洋从来不重视 也没有力量去重视 一直就是搞内斗 武凡指出黄岩岛虽然靠近菲律宾 1936年中华民国就宣布这个岛是中国的 但中共已经损失了很多这样的小岛 现在中非争的不仅是这个小岛 更主要的是海底的石油 中国的国际先驱岛报09年报道 在中国300万平方公里的主权海域中 实际控制的不到一半 中国的海洋资源更是遭到了周边国家的大肆掠夺 不过中非都在试图化解危机 菲律宾把最初派出的最大一艘军舰改为护卫舰 中国也将现场的三艘海舰船减少到两艘 华尔街日报消息指出 目前双方虽然还在对峙 但外交谈判取得了进展 中非两国都同意撤回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外交抗议 而环球时报的语气却有所不同 环球时报扬言 如果菲律宾和越南两国想打一场海上战争 请他们打第一枪 中国一定会坚决奉陪 送给他们一个不能动同中国打仗念头的沉痛教训 武凡表示 环球时报的论调反映了一部分民意 目前如果这三艘船先撤走了 中国人一定骂死这个中共政权 说天天就会镇压老百姓 保护不了自己的领土和领海 武凡还说 国际上人家也瞧不起 会认为这么大的国家对菲律宾都守不住自己的领海 你中共还管理什么国家啊 武凡希望中共政府不要再退缩 保护好渔民和国土 长此地坚持下去啊 对中国有利 现在共产党倒了以后 这个地方还会有发生的政治 那么作为中国 不认识哪个政府 都应该保护自己的领土领海 小岛 不过在中非对峙时刻 美国和菲律宾开始联合军演 其中包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演习 菲律宾此前还得到了美国政府支持的承诺 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计划高级主管 派翠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些承诺意味着 如果菲律宾由于领土争端 而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话 美国确实会来协防他们 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 鉴于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不允许用战争来解决同邻国的领土主权纠纷 而南海现在已经国际化了 使战争的可能性更小 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南海的时机已经丧失了 这个地方已经是世界各个大国共同关注的一个地区性议题 所以说某一个国家单方面用努力去解决 会招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 这个成本太高了 就是已经变得不可承受了 所以说它这个军事解决的这种可能性就已经不存在了 但美国之音分析说 即使这场冲突可以避免 也会进一步加剧亚洲国家的两极分化 部分国家跟中国靠得更近 另一部分更靠近美国 这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将会产生影响 使用一个中国的安全将会产生影响 这种军事经训分析 预定的上次